事实真相是 澳方的军舰机 打着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旗号 蓄意抵禁中国的领空 姿势挑衅 危害中方的海空安全 出于警告提醒目的 中国军队在现场采取了必要的处置措施 相关的操作 合法合规 专业安全 中方已就澳方有关冒险做法 提出严正交涉 敦促澳方立即停止挑衅和炒作 避免引发误解误判